在袭来的风雨中 在复杂的世界里 浪漫是崇高的追求 诗歌是活着的意义 我是传颂者 张玉化 撑着油纸伞 独自彷徨在 悠长悠长 有寂寥的语相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的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 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语相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的 默默斥处着 冷漠 淒清 又惆怅 她静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太西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像梦一般的 像梦一般的七碗迷茫 像梦中飘过一只丁香的 我身旁飘过着女郎 她静默地远了 远了 到了腿痞的梨腔 走进着雨下 在雨的哀怯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 甚至 她的太西般的眼光 她的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脂伞 独自彷徨在这悠长 悠长又寂寥的雨下 我希望 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 截着仇怨的姑娘 公司正义货成功季节 来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各位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张玉化 今年23岁 来自河北秦皇岛 是一个朗诵爱好者 秦皇岛吃海鲜比较方便 对对对 非常的新鲜 也非常的方便 我对这个服装很好奇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小天鹅的造型 其实我不是很愿意 穿这点衣服 它太蓬松了 感觉就没腰身 对 非让我穿 我也没有办法 谁非让你穿 就是导演们觉得挺好看的 比较有特点 这符合你在导演心目中的形象 是只小天鹅一样的姑娘 你是大学在校生还是工作了 我去年本科毕业 然后现在是在工作 学什么 我是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就是跟朗诵啊 这些声音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今天来的时候也很忐忑 你怎么选择这么一个作品啊 其实这篇作品呢 我高中的时候 有第一次去参加朗诵的一个比赛 然后这就是我当时的 我第一次参加朗诵比赛时候的片幕 所以其实对这篇 这首诗有一种比较深的执念 那你当时得名次了吗 没有 得了一个安慰奖 那你是不是也参加过 很多这样的朗诵的活动 甚至比赛 没有 有这样的朗诵的爱好的人 有接触吗 接触的也不太多 这次第一次来 然后得知一起参赛的选手们 都是在朗诵界 或者是在声音的各行各业界 都是精英 我就心里就一紧 就特别地忐忑 真的 你最大的自信 或你最大的优势会是什么 我觉得我最大的优势 可能就是因为 我是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的 我的优势就在于 我对于作品的理解和我的感情 我觉得他说得很好 同时他的表现 我觉得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你内心感受得再准确 再丰富 也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撑 和外部技巧的控制 因为你学语言文学的 因为语言文学的特征呢 就是抽象性非常强 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具强大的想象的空间 所以让我们可以在思绪 在这个空间里面自由地翱翔 所以我觉得不要想得那么具象 让自己的想象力 让它飞翔起来 可能是文学带给我们那种美 那种愉悦 这才是最重要的 谢谢徐涛老师 其实在不同的人身上 就会呈现出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反映出来的 不管是优势也好 或者弱势也好 甚至人家问题也好 都是不一样的 你来猜一猜 刚才谁选了你了 你猜 赵子齐老师这个眼神 充满了爱是吧 但我们都有欺骗性 我觉得刚刚徐涛老师 对我的点评最多 我觉得您可能是 秉承着一种 这个治病救人的原则 我每回都是点评最多的 我转是现场调调戏份 什么的 好 我们来看看结果吧 来 谢谢徐涛老师 你千万别流眼泪 我得说说我的理由 我就是一个女生 选择这个作品是需要勇气的 这个勇气来自于你知识的积累 和你对作品的一个深刻的理解 当然最后屏幕亮起来的时候 我看一看颜值 我就感觉到更高兴了 我先祝贵你能够晋级 谢谢徐涛老师 好 就跟着徐涛老师好好学习吧 争取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 然后取得更大的进步 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够留下来 好 好